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新北市汐止大同路一段 和新台五路的交叉口 在接近中午的时刻 发生了一辆大货车翻覆的意外 目前得知有一名乘客是全身多处擦伤 送往汐止国泰医院治疗 而驾驶虽然脱困了 不过器材游有外泄的情况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场面一度紧张